2016年高雄一名车床工厂的老板 他被儿子发现 诚实在自家的工厂 他的双手双脚被捆绑在椅子上 整个人捣握在血泊里 非常严重的刀伤都集中在他的头部 凶手几乎是往死里砍的 警方赶到了现场 发现现场非常的凌乱 像是经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打斗 而究竟是谁跑进了工厂 把人给杀了呢 死者的太太跟警方说 他先生前两天才跟他抱怨过 他请了一个临时工人 绰号叫做大头 跟他先生借了钱 但是却不还 难道是因为债务纠纷 动手杀人吗 正当警方四处找这个大头的时候 这个大头自己主动来投案了 他说没错 他和死者的确是有金钱上面的纠纷 不过那也就是几千块的买酒钱 怎么可能为几千块动手杀人呢 不过真正关键的是 大头他提出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排除了他涉案的可能性 那不是大头会是谁呢 从地面上面散落的酒瓶 还有一些罐头 专案小组 可以找到任何破案的蛛丝马迹吗 晚间七点多该吃饭了 62岁的阿美打了通电话 给附近的面店 阿美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跟丈夫王姓老板结婚四十年 夫妻俩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而女儿小凤因为有智能障碍 三年前因故过世了 其他几个孩子都有稳定工作 而丈夫则是在人舞经营车床工厂 每天早出晚归 平时约末晚间七八点就会回家 但这一天 等到饭面都凉了 阿美却等不到人 根据我们查的 他有时候喝酒 就会晚一点回去 如果不然没有喝酒的话 那平常是很正常的时间 六七点就会回家吃晚餐 大概不会说这么晚都还没有回家 就十点多了 妈妈说奇怪 爸爸怎么不回家 腿回家都没吃饭了 叫弟弟再去找 卡拉OK找到找到没人 想说我过来感兴奔买的 那发现里面的灯光是亮着的 铁门是紧闭的 然后打电话进去工厂也打不通 就是电话有被人拿起来 或者是讲话中的那个迹象 那里面又没有人反应 王老板有慢性病 常会下背疼痛跟双腿无力 就怕他一个人在工厂里出了意外 儿子立刻回家拿备份钥匙 并带着妈妈阿美回到工厂 就打电话给他没接啊 手机没接啊 打工厂也打不通啊 就过去看看了 然后就发现了 他当时城市在这边 他这边铁门旁边 有这个铁皮屋的那一面 然后他当时这边 因为头受伤 所以这边都有血汤 当时任职高雄市警察局 建设中心警务证的陈鸿贤说 他们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 王老板已经捣握血破装 他的头上刀痕没泪 牧师主要就是头部脖子这边 跟右上方这边头骨这边 这边伤势是比较严重 因为都裂开都可以看到头骨 有凶器就在旁边 一把菜刀上面都沾满血跟毛发 呆徒下手好狠 刀刀都往头颈要害 被害人毫无反击的机会 实责用黄色的塑胶袋 绑在两个主手 然后双脚是病人 被塑胶袋捆绑 向左侧倒在地上 混乱看起来其实就是 打斗过痕迹 他有一个折叠桌就是翻倒的 然后有个以前旧型的那种 有印象感的电视也是掉在地上 竹筷子洒落一地 然后透明塑胶杯也都洒落一地 还有一些鰻鱼罐头之类的 看起来是有吃过的 还有未开的 就是有一罐是有掀开 然后有吃过的 像那液体啊 那一酒也都故意有洒到旁边的地上 还有两三瓶是倒的 但也有立着的 像高粱啊 啤酒一些 像保利达也是倒在地上的 吃过的鰻鱼罐 打开的酒瓶 鱼鱼铁工厂内没有监视器 门窗也没有被破坏 专小组靠着几个关键证物 试图理出工厂老板的死亡评图 我们初步依据现场它所承设的 因为它有三双筷子 三个饮料杯 还有一些酒 那那些酒瓶大概 如果正常的不会是一个人喝的 一个量 因为铁门没有破坏 表示是我们认识的 你进来 然后我们可能喝酒聊天 可能一言步 还是说为了灾误什么原因 导致事后争吵 翻桌吵架之后 造成杀害他 就像专案小组所研判的 凶案发生不外乎就是情财仇 老板究竟跟谁结了院 他是很喜欢喝酒 中专业嘛 中专业 中专业 自己找的而已 不可以做给他 听说他做厂城 跟他技术不错 工厨帝啊 因为他做小孩 做小孩就学到的 做得这么多 所以工厨做不较好 他就是做一些客制化的铁键 所以说他的客户一次称赞 他的手艺是不准的 如果有Case做不完的话 或者是除了人机缓呢 他个人去拜托朋友来 说来到这 他在酒友有欠他钱的就来 帮忙做一些雜工 他赌债 也有东西 大概都是在人口地区而已 也没有说去赌啊 还算单纯 店就去那儿 他自己都在那儿而已 妈妈说上个月 有钱一个零食工 那个零食工他人是怎样的 我妈夸乖的 太太阿美说 最近曾经听过丈夫抱怨 工厂有个零食工大头借钱不还 案发前 丈夫还为此跟大头有了争吵 他有跟他借贷金钱 但是都没有归还 最近他有一直在向对象吹讨 在相关的借贷的金钱 专案小组立刻前往大头的租屋处 要去找人 但是早已忍去镂空 没想到案发隔天下午 大头出现了 大头是自动到案的 因为有听说周遭人说 检查在找他 他自己就跑过来 他也说他确实是跟 讲有一些几千块的酒钱 就是欠他也不是很大的反向 香肠是在大头到案前一点 检方通知过来的 两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在场证明 这条线查到这里断了 倘若不是因为债务要了命 还有什么可能 加专案小组酷斯正办方向的同时 他们发现了一件怪事 现场状况其实就是看起来就像是 酒后起冲突这样子 那最简单的一定会在那里有 所谓的喝酒吃东西的行为 可是检方这边踩针到结果DNA 反而只有王先生的 如果是酒后冲突一言不合之下 冲动把人给杀了 照理说现场的酒杯酒瓶或者是筷子 应该踩得到凶手的DNA 不过也有可能是会不会从头到尾工厂里头 就只有死者一个人在喝酒呢 他是遭到凶手的突击呢 而这起命案棘手的是 现场没有装设监视器 所以专案小组只能够从0万的现场去找到 凶手可能留下来出尸马迹 刚刚我们提到了在乍看之下 这个混乱的现场 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线索 那就是死者和凶手 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但是当年高雄市警察局 监视中心的植物证陈宏贤 他却看出了这其中的乱 其实是乱中有序的 什么意思 他大胆的研判 这些混乱其实被人刻意制造出来的 这个动机就是要误导警方办案的方向 如果真的打成这样子 那么凶手怎么可能没有留下 任何的生物机症呢 就在案发后没多久 王老板的女儿带着记者重返车窗工厂的现场 触目所及的是 地上有好几个吃了一半的罐头 散落的鞋子 父亲的老花眼镜旁边还有大片血迹 谁都没有想到老父亲 苦心经营一辈子的心血 竟然成了他的丧命之处 我打斗 有没有 应该是这样的 等时我都知道他用一一一 反正一样就打了 连电视机佛像都被推落在地 不能想象案发当时 现场的冲突有多么激烈 警方清查了家属提供的债务线索 却查无头绪 尽管铁工厂内没有监视器 无从得知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现场看在专业小组眼里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什么怪啊 就不仔细看的话 你会觉得真的有可能 因为打斗而造成的现场 但是你一细看的话 那就会觉得跟打斗而造成的现场 会格格不入 什么叫做格格不入呢 重新还原案发现场才发现 这现场看起来太干净了 正常比如说我跟你吵架 我翻桌了 你是会拿东西来抵抗 甚至我的手会有防御伤 但是都没有 而且现场也没有看到有奔跑追逐 躲避的那些迹象都没有 以前看过就算打斗凶杀的现场 他死者一定会跑 就算他已经受伤 一定地上会有一些低落的血迹 就除了那一块之外 对对对 其他外面都干干净 对对对 简单来说 就是以王老板城市的位置为中心 凌乱的只有他身旁一公尺的范围 其他的区域都没有异常 王老板的身上没有防御伤 用来捆绑他的黄色塑胶绳 更只打上了一个火结 那么细的绳子 如果你挣扎或者是突然的倒下去 那大概那个脚也绑不住 或者是手也会滑脱 绳索绑他的手是松的 加上他也没有一些挣扎的状况 我们是不觉得有办法把一个人绑着 然后把他杀死而不挣脱 不仅如此 掉落地上的那一台电视 看在专业小组的眼里也不寻常 电视啊像那个佛像也蛮笨重的 倒下去的程度好像不是因为打斗 好像就是故意搬搬去那里的 你没有办法说打斗摔来的时候 应该摔的破裂还是什么 但是又没有 如果是被丢捆了 他应该要碎掉还是有鼠坏 是啊 但是没有 最重要的是 建设小组在现场进行彩震 试图找出到底还有谁 曾经在现场逗留的激震 但是除了王老板的指纹跟DNA外 没有更多了 这就是重点 我们现在采筷子啊 透明塑胶杯那些我们都有采 就回去都验不出新别 你正常有吃过正常筷子 我们采应该至少会有 你说没有完全 但是也有微量 但是它连微量都没有 什么都验不出来 这代表什么呢 只能做合理的 怀疑说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都没使用过的 随着验尸报告出炉 也验证了专案小组的研判 它的胃溶物 还有残留一些米粉 但是并没有发现 它有一些蛮鱼罐 那还有一些轻微的酒精反应 0.0几而已 酒精的部分 并不是说现场有喝酒 是能死掉之后 一些体内的一些 你如果是吃完东西之后 才被行凶的胃里面 至少会有蛮鱼啊 还是这些 这些小菜至少会有其中一样 会在吃者的胃里面 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故意布置的 难道这个病案现场 是被人刻意安排过的吗 再加上检井相验后发现 王老板身上38处的刀伤 其中20刀落在后脑 刀刀剑骨 另外18刀则是集中在后颈 刀伤较浅 两处刀痕明显不同 脖子这边的 他们讲的叫 犹豫性的伤痕 就是一个人要切自己的时候 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会痛 就是还在犹豫 要不要这样切下去的犹豫伤 会是青生吗 这个念头突然闪过 专案小组的脑海 毕竟王老板有常年慢性病 近年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但倘若是青生 他右后脑多达20处 要命的刀痕 又该怎么解释 不仅如此 法医还在王老板的体内 验出了高浓度的安眠药 这颗安眠药如果一颗的话 大概就是会有注免 或者是镇定的效果 如果4颗的量的话 大概整个人就是 昏昏成细细细细细的一种 他的安眠药的量 至少会是4颗以上 那吃了这种安眠药 已经算是一种 无意识能力的状况下 你说要叫他砍自己 应该不太可能 摆在专案小组面前 这每一个科学激震 样样都是关键 却又无法拼凑成型 一扇铁卷门锁住了铁工厂里的一切 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了王老板之外 还有谁进出过这里 大概有五六个人 有到这个门口 但是因为铁卷门都是放下的 所以他们是没有进去的 但是有听到 里面是有传出一些 电视声 看哪里有收音机的 廣播声 唯一有进去铁工厂的人是谁 就是王皇宝美就是他老婆的 死者的老婆阿美 她进出自家的铁工厂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如果是出现在案发当天的上午 那么这个时间点 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了 警察问阿美 你那天早上去工厂干什么呢 还待了五十分钟 阿美说 她帮老公拿东西过去啊 后来她就出门去逛街了 整个问答的过程 阿美她的神色自若 态度冷静 这反倒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你老公被人家乱刀砍死 凶手还不知道是谁 你怎么感觉一点都不难过呢 除非她就是凶手嘛 但是以她瘦小的身材 有可能独立杀死一个男人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杀人要有动机 她有什么理由 杀害自己的枕边人呢 检警决定要清查这一对夫妇 他们的财务状况 结果赫然发现 阿美她欠了六十万的卡债 而她老公的户头里头 只剩下三万块的陷阱 但是她老公的意外受险 加起来有一千两百万 而受益人就是阿美 还有她儿子 难道这是一起 谋杀亲夫的炸保案吗 检警侦办人物车窗工厂命案 查出的每项激震 却让案件侦办陷入迷雾中 遭人刻意布置过的命案现场 死者王老板身上高浓度的安眠药 以及相互矛盾的伤痕 工厂内除了王老板之外 究竟有没有第二人 如果有到底是谁 高雄人物道路的监视画面 看到铁工厂老板娘 穿着粉红色的雨衣 朝向工厂崎岖 画面中 骑着摩托车的这个身影就是阿美 这个时间是案发当天上午8点43分 阿美在工厂里待了5分钟后 就离开了 上午8点52分 阿美第二次返回工厂 这一次她待了50分钟才走 从她离开后 工厂的铁门就再也没有拉起过 警方问她 这两次到工厂做什么 她这样回答 她不知道请她拿什么东西去 来到那个工厂 那工厂以后她又去附近的古今行 买了灯泡那些东西回到工厂 然后她在县长 大约待了50分钟的时候 她就回去了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因为想去逛街 她有承认说她去叫计程车 去左营的汉神巨蛋逛街 原本问她说 你50分钟她在那里冲什么 你在那里冲什么 她说我不冲什么 我老公就一直给我捏 一直给我捏 我就站在那里 捏捏捏捏捏捏 因为我像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所以她对母亲 应该不说我们这种 比较年轻一辈的互动 大概就是车干六丢 三个车子 这是阿美的说辞 去五金行买灯泡 去逛百货公司 掉了监视器 证实阿美都没有说谎 唯独在工厂里的50分钟 无法证实 但是倘若丈夫的死 跟阿美真的有关 她怎么还有心思去逛街呢 况且太太到工厂去找丈夫 很正常啊 她冰箱下来来冠冬家吗 六岁 冰箱来大 冰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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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下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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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内 冰箱下来吃 冰箱下来吃 冰箱上来吃 冰箱内 冰箱下来讲 只要是一回百开始 冰箱下来吃 冰箱下来切 冰箱下来 se 是葬禮社了 但是他兒子還有他老婆 讓我們所感受到 是沒有哀怯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很主觀的 為了確認心中的懷疑 監警同步調查了王家的經濟狀況 這一查下去才發現 王家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 而且王老闆在生前 投保了巨額保險 死者的意外嫌 受嫌 那加起來大概有1200萬 那黃女士他本人 作為受益人的 就有900萬 而他兒子受益的 大概有300萬 保到1200萬一個人的話 那大概不大符合比例 大部分的那個是意外嫌 算一算阿美跟丈夫的每月開銷 房貸 卡債 保險費 還有廠房租金 零零總總加起來 就超過了10萬元 阿美還有至少60萬的 卡債欠款 平時夫妻倆就靠著王老闆 每個月2到5萬不等的收入 案發前王老闆的戶頭裡 只剩下3萬元 購得不夠了 才有可能會打冠 他其父有跟他兒子講說 媽媽說 家裡不要再說到保險的事情 有什麼 第三個 1月27號發生之後 他大概12月初 他就去保險 就是領了大概80萬幾萬的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左右 急著要拿這一筆 對 阿美簽訂萬主家人 千萬別對外人提及保險的事 難道真的是因為保險起了殺機嗎 但是現階段只有懷疑沒有試鎮 專員小組反覆檢視手中有的更像激鎮 他們注意到了這個畫面 就是事發當天早上11點多 阿美從車床工廠返家後 再騎車出門的影像 仔細看 阿美換下了原本穿的粉紅色雨衣 穿上了另外一件顏色較淺的雨衣 而且腳踏板上有個藍色塑膠袋 4分鐘後阿美回家 塑膠袋不見了 所以我們在懷疑那一帶是 急救做安妞的東西 那我們也曾經去那邊找 這一帶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找到 於是專員小組前往王家進行搜索 他們找到了安眠藥 這和王老闆提供的安眠藥成分相同 但是阿美說因為他有憂鬱症病史 這些安眠藥是醫生開的儲藏簽 那粉紅色雨衣呢 因為我們是懷疑那一天 那個雨衣應該會噴漸到一些血跡 或者是工廠的一些跡症 然後我們要請他提供那個雨衣 運了詢問 阿美拿出了一件粉紅色雨衣 他說那一天他穿的就是這一件 趕緊驗驗看 上頭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 沒有血跡反應 我們當然是很不沮喪 就是有可能沒在地 就這麼多 怎麼起來 不知道那個藥劑都會反應 如果是這一件的話 所以阿美當天穿的不是這一件雨衣嗎 其實這只是他準備好 要給警方採驗的新雨衣 新雨衣 你在上頭當然採不到任何的證據 那麼檢警也只能夠繼續的找證據 終於在阿美他的摩托車的腳踏板上面 踩到了死者的血跡 最正確鑿 阿美他百口沒變 他終於認了 但是他的說辭又反反覆覆的 一開始他說 因為他的先生長期的家暴 長期毆打他 他已經忍了三四十年了 他實在忍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下藥迷昏他 然後再把他砍死 再去詐理保險金 但是從先生脖子上面 刀傷的角度來判斷 如果只有阿美一個人動手 是不可能造成兩種刀傷的 很顯然 阿美他沒說實話 後來他又改口 他說兩種刀傷 是因為他先生也有自己砍自己 這就是什麼意思呢 阿美他進一步的解釋 他說他先生身體不好 每天都活得很痛苦 家裡也欠債 大家都不好過 與其大家難過 不如他一個人犧牲 死了之後 家人還能夠領到 一千兩百萬的保險金 阿美說 這是先生的提議 他也捨不得先生繼續的受苦 所以才會忍痛 答應先生這個要求 而在案發當天 是他先生用菜刀 砍自己的脖子 阿美最後又補砍了幾刀 然後把先生的雙手雙腳 綁在椅子上面 製造出酒後衝突的假象 企圖要誤導 警方的偵辦方向 這都有經歷過 我們本來都幾塊 因為我們外情那麼久了 特別是命案這種東西 人家講的法王揮揮揮 阿倫加班也是 你還是有一些疏漏點 車床工廠老闆的命案 專案小組確定了 最後一個進出工廠的人 就是死者的太太阿美 儘管她的涉嫌重大 但是面對警方的偵訊 她不但冷靜 而且都能夠有一套說辭 她是一個六十幾歲 四十五年家的家庭主婦 很老練很老陳 阿美的冷靜 讓專案小組留下了深刻印象 儘管阿美提供的 影衣上頭找不到線索 那一包藍色的塑膠袋 依舊下落不明 但如同時任偵查隊長 郭一龍所說 並按現場設計 再怎麼完美 很難不露出破綻 讓她 今晚突破 這個Q-point 應該就是 在她的機車上 踩到手機方面 當時專案小組 將阿美的摩托車 帶回採證 他們的研判是 倘若王老闆的死 真的跟太太有關 阿美進出現場 騎乘的摩托車上頭 有機會留下線索 然後在她摩托車踏板的 靠近我們這個 坐墊這邊的那個塑膠板 他們又踩到血跡 機車塑膠板上 一個小到連肉眼 都不易發現的血點 阿美無法解釋 郭一龍說 被帶回檢察局 偵訊的阿美 儘管依舊冷靜 但看得出來 她的心防已經動搖了 她已經保持沉默了 至少她沒有在 小便說 怎麼怎麼 我跟她講說 你還想看看 我跟她 你不要讓檢察官給你機會 我們請來給你 你不要 你那塊等你回重點對不對 我就直接丟這個問題給她 她就點頭 前面呢 那個地區 就是那個殯儀館的火葬場 大概就在那個方向 大概200公尺的那個透天數 她說因為我們調監視器 我發現她大概出來 四分鐘就回去了 所以我們有 大概以她家的違反 為兩分鐘的車程 來找 帶她出來 她說怎麼走怎麼走 她帶我們去找的 嗯哼 所以最後是 她說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對對 所以進去也確實 就是有就找到 我爬過去 就發現那個 一包藍色的那個被蓋住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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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我先錄影 來 就在一塊有神明畫像的板子下 找到了藍色塑膠袋 跟一件粉紅色雨衣 塑膠袋裡有鑽用的手套跟工具 這些東西上都沾染了鮮血 當天她有噴漸到一些血跡 所以她把那個雨衣拿去丟掉 她怕我們懷疑她 她又去買了一件 原來阿美提供給警方的雨衣 並不是她當天穿的 難怪驗不出東西來 因為她早就備好了新的雨衣 要等著警方來驗 專案小組說或許是冥冥之中 連上天也眷顧 從案發時算起已經相隔一個月 原本以為要找到證物 機會很渺茫 人舞區那裡其實冰衣館附近 野狗很多啦 那種有血味的東西 我想如果你沒有蓋住 可能就被野狗給叼走了 我們也很難想像說 怎麼它丟了之後 會被一個佛像的冥冥 要把這個生物保護住了 蓋住了 保護住了 你問我怎麼去解釋這個 我也沒有辦法去解釋這種東西 真的啦 有啦 給它有啦 關鍵的證據都找到了 阿美也開口了 他指控因為丈夫家暴他 為了這個家 他委屈容忍太久了 他是說他如果每次喝酒回去 都會向他打罵 而且死者長期都喜歡喝酒 脾氣又差 他長期在三四十年 那個精神啊 或者那個壓力之下 已經沒有放了忍耐 他要來台詞 他說用那個阿美以後 吃到一分就要打罵 阿美說他將先生殺死後 就佈置了現場要誤導警方 朝著債務糾紛去爭辦 問題是這個說法有太多地方不合理 就像先前提的 身形瘦小的阿美 怎麼有辦法獨自一個人搬動丈夫呢 再加上王老闆身上的傷勢 有兩種不同的刀痕又該怎麼解釋 而且事後專業小組在偵辦過程中也查到 阿美曾經向媳婦說過 如果丈夫的死不是他殺 保險就一毛錢都領不到 他本來是要自己打開 要讓家室贏到這裡的錢 但是又發覺說 我們現場建設的基障 或查訪到中 因為他又沒有辦法去圓訪 圓不了的謊讓阿美改口了 這一切其實都是丈夫的計劃 因為他先生這個死者 長年的疾病 或者是左肩這個骨頭的痠痛 導致於每一晚都睡不著 還有兩腳無力不良理行這些 而且我也說 保留蓋痛後 大概兩天之前 他就跟他講說 要不然我自己那個 讓人家好鬼 丈夫打算犧牲自己救全家 這是阿美的說法 他說先生那天一早就到工廠去 他們將酒瓶罐頭筷子 全部丟在地上後 先生就叫他去買燈泡 要製造不在場證明 等他回來後 看見丈夫已經倒臥在地 本來是王先生他自己要自殺 但是好像是下不了手 他就幫他 看著丈夫倒臥血破中 阿美心一痕 又雙手結束了丈夫的性命後 再把丈夫捆綁在椅子上 而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王老闆的身上 會有兩種不同的刀痕 為了誤導警方辦案 阿美在離開現場後 還打了從電話到麵店 要替先生準備晚餐 就是要製造他不知情的假象 卻沒想到 再怎麼整理的計劃 還是露了線 他都沒有試圖 或是說曾經有溫電圖要去做 這個部分我確實有問他 他就說他人家就這樣說了 但是我堅持這樣子做 阿美說 從預謀到執行 他都是聽從丈夫的指示 他會幫丈夫的忙 不是為了保險金 而是他不捨 丈夫為病痛所苦 才會註下大錯 王老闆的命案 檢警抽絲剝檢辦了一個多月 才終於查出兇手 卻沒想到 結果追查的過程中意外得知 阿美的二女小鳳 在三年前遭人殺害 至今仍未破案 他們小孩子大概三年前 人母有一座橋叫北空橋 也在那裡以我希望 他們小孩子這間 半小時只有255萬 那我們直覺就發現 他們小孩子感到死 有哪有問題 警方的直覺沒有錯了 阿美的二女兒小鳳的死 真的是有問題 當年小鳳懷疑遭了性情殺害 但是卻一直沒有抓到兇手 警方懷疑當時的命案現場 也是遭到刻意的佈置 而事後小鳳的爸爸媽媽 他們領到了一筆保險金255萬 難道這也是一起炸保案嗎 但有句話說虎毒不食子 受害者就是自己親生的女兒 她為了錢為了200多萬 她真的下得了手嗎 沒有想到 把阿美借題出來一問 她竟然認了 同樣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阿美說她的二女兒有智能障礙 常常被欺負 她不忍心看著女兒被人家糟蹋 活得痛苦 所以才想讓她的女兒早日解脫 而家裡也可以因此拿到一筆保險金 所以她才會把自己的女兒殺害 氣死在路邊 還佈置成一個性侵命案的現場 而在人武八空橋旁的便道 一旁只有少數的土地工廠還有零行住家 這一天一早 附近的居民要來割芒草石 遠遠的 那是什麼 一名女子衣衫不整被人氣去路邊 早就沒了氣 當地的居民嚇得趕快報警 有看到死者就是羊塘 一隻腳是這樣彎曲 一隻腳是直的 然後她的衣服就是上掀到胸部這邊 死者是年約36歲的小鳳 有智能障礙 幾天前她的母親阿美報案說女兒失蹤了 沒想到再找到人已經沒了氣息 他們家好像是她姐姐跟她爸爸來哭的鑰匙 就都找不到就找不到她 那媽媽有來嗎 沒有 家屬說小鳳很喜歡喝酒 喝了酒就常往外跑 攔都攔不住 當初的查訪就是說她因為她本身是有一些缺陷 那也會去四季跟別人說好 還是那個好 會去偷酒喝了 如果沒有錢的話就會去偷她爸爸 也就是王姓死者的錢去買酒喝 也曾經有好多不明的男士會勾引她去喝酒 然後性侵她 陳鴻賢說從現場初步研判 小鳳應該是遭人性侵殺害氣師 但這個現場越看越覺得哪裡不對 現場就很奇怪 因為我們看她的腳底 手也都沒有掙扎痕跡 然後背後也沒有一些摩擦掙扎的痕跡 因為正常我們要被清 清她一定會掙扎嘛 就算你在現場也是會打滾 旁邊衣服會摩擦 刮到一些地上的石頭之類的 都沒有太乾淨 如果是被性侵殺害的 應該有機會踩到檢體 但檢警進行相驗 卻什麼都沒找到 一定是沒有啊 因為正常你如果性侵案一定會有嘛 不管量多量少一定會有嘛 就很奇怪完全沒有 就像現場的那些筷子什麼 都完全沒有啊沒有心底啊 然後在她胃裡面就發現 有孔雀綠色的液體 然後後來有驗出 類似這種老鼠藥的毒物啊 疑似性侵案的現場 死者被胃毒卻沒遭到性侵 裁檢也沒結果 太怪了 儘管案發現場周遭沒有監視器 但專員小組仍試圖往外擴大調閱 他們找到了一個畫面 就是她被一台摩托車載出去 但畢竟早期那個監視器的影像 品質沒有那麼好 而且距離也滿遠的 一個模糊的畫面 只能證明小鳳是被人載走了 載她的人是誰 根本無從比對 案件偵辦因此陷入瓶頸 沒有更多的試證 小鳳的案子也只能先簽結 沒想到小鳳的死還查無試證 三年後她的父親王老闆也沒了命 無言下短短三年婦女接連離世 而且兩個人的死亡現場 都遭人刻意佈置 因為她女兒那時候意外生故 有一筆保險經 所以我們也有在懷疑說 是不是又是同樣的手法 那我們有把她借出來 就針對她女兒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清場 她也自白了 自白就是說 她就是用老鼠腰桿來掏血 阿美說因為女兒有智能障礙 看著女兒常常被人欺負 又管不住她 常年照顧下她已經身心俱疲 再加上丈夫會對女兒家暴 甚至還要求過她用斗鍊拴住女兒 別讓女兒外出惹事 擔心自己臉長體衰後無力照顧 乾脆親手了結女兒的一生 因為她帶她女兒去墮胎好幾次了 後來也去做一些結紮 那她最後的講法是說 她也不忍心看她女兒一直這樣子 被人家糟蹋 就想說讓她女兒好走一點這樣子 然後就扎領保險金 255萬是小鳳死後家人領到的保險金額 金額雖然不大 但是用於家計應該也是綽綽有餘 沒想到短短三年的時間 家中的賬戶只剩下3萬元 因為家中的開銷除了房貸跟廠房租金外 還有指引阿美每個月3到8萬不等的卡債費用 她的金融往來的資料裡面也發現她很喜歡購物 尤其那個電視購物那一陣子 就是那個購物的金錢出入滿大的 就是高價的飾品或者是高價的保養品 阿美究竟有多會買 還記得就在警方鎖定阿美涉案後曾經到王家搜索 儘管當說在屋內沒有搜出什麼可用試鎮 但是他們對於阿美家中滿滿的購物紙箱印象深刻 一些醫美 鑽石 保養品 有的根本都沒有裁縫但是就是滿多的 那再加上我們有去查訪各大的百貨公司 也確定王小姐也是滿常去百貨公司的購買一些 玉芽 鑽戒這類的東西 就感覺她是要一個貴婦一種大盤 拿一個包包 頭髮束的整整齊齊的 她的穿著應該是滿高尚的 喜歡穿洋裝 然後高跟鞋 又有一些飾品 我們當時是想說這可能是鐵工廠 大老闆的夫人想說有些要交進出還是什麼 廠商之類的當然又要基本的一些裝扮 但阿美光鮮亮麗的外表下 靠的是丈夫每個月二到五萬的收入撐著 這兩年多來不足的部分就是靠這個 保險金的部分在cover 所以這段期間應該差不多 所以他們應該就食水滋味 試過一次填火了 所以想要再弄第二次 就按小組說案發當天早上 就在阿美跟丈夫執行計畫後的一個半小時後 阿美去逛了百貨公司 請到爬哩爬哩跟一漢神巨蛋 珠寶裝櫃做一些珠寶的建廠 甚至還要換一些比較大顆的珠寶 我印象中應該是原本是買一個比較小 然後後來是要換一個比較大的 原本那個比較小好像是30萬 後來比較綜藝的那顆比較大的好像是60萬 案件辦到這裡原本以為真相已經水落石出 沒想到就在阿美被以殺人罪移送地檢署後 案情再一次翻轉 原本的殺人罪變成加工自殺 因為王老闆的死是自圍 不是他殺 案情出現了大逆轉 那為什麼法官相信了阿美的這個說法 事實上當初檢警進一步追查之後發現 二女兒小鳳那200多萬的保險金 在短短的兩三年的時間之內 就被阿美花用殆盡 甚至就在老公死後 他竟然還有心情去逛街去購物 難道他真的這麼冷血 把自己的親人當成是提管機嗎 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阿美他的說辭反反覆覆 一開始說因為受不了先生家暴打人 才會動手殺人 後來又說先生是久病厭世 才會想要親身乍領保險金 但是他可能突然想到了 萬一法官真的認定了先生是親身了 那麼保險金他可能一毛都領不到 所以他又改口了他補刀了 難道又是為了錢 所以阿美他願意賭上一把 就算他認了殺福罪 但是只要法官沒判他死刑 他就有機會活著出來 只要他能夠活著出來 他就能夠領到那1200萬的保險金嗎 人無車床工廠的命案 儘管專案小組理清的案情輪廓 但王老闆的死因 就在案件移送地檢署後 有了逆轉 其實他後來我們警官偵訊他的供詞 還有到最後到地檢署給警察官了 其實是反反覆覆的 原本說這樣到地檢署 甚至檢署後續再把他借出來 他又說不一樣的 原本阿美的說法是 丈夫試圖親身在右後警 留下了18處的猶豫刀傷後 最後下不了手才由他來動手 比對的死者投上了兩種刀痕 確實吻合阿美的說詞 但是為了再做確認 檢察官帶著阿美重回現場模擬 卻發現阿美的說詞前後有落差 也跟現場的血跡噴漸痕並不吻合 讓檢察官也不禁懷疑 阿美真的有動手嗎 而法醫生就王老闆的刀傷 發現他右後腦致命的20處砍傷 傷口左邊低右邊高 砍傷的落點跟右警 由於刀傷的切割傷口落點 大致排列成一直線 若是有其他人動手 方向落點不太可能如此一致 儘管傷和劍骨 若是死者的死意瞬間仍是辦得到 因此這些傷口有極大的可能 是王老闆自己一個人造成的 所以你要這樣要自圍 不能說不可能啦 但是有難度啦 因為你右手這樣劃是有可能 那正常你如果決定要死了 就直接脖子一刀砍下去 而且你就算你右手的話 你這樣砍也比較會比較順 你不必要在一個抓一個角度 這麼高的角度在這邊這樣砍 你右手要這個方向砍 才有辦法砍成這樣子 角度就不容易 二十出的要命刀痕 究竟是王老闆自圍 還是阿美下的手 儘管見解不同 但問題是 假使王老闆真的是自我了斷 為何阿美不說 還要一肩扛下殺人重責呢 畢竟殺人罪 輕責十年以上 重責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其實就是講來講去 就是保險金的事情而已 應該是一開始還是存留想要 拿到這筆錢的念頭 才會說他老公是被他殺的 他殺這樣子意外生故 所以會有保險金 那自殺的話就沒有 還記得阿美曾經對媳婦說過 如果丈夫的死因不是他殺 保險就一毛錢都領不到嗎 難道真的是為了領取保險金 您可背上殺夫重罪嗎 車床工廠的一道鐵門隔絕了一切 王老闆已死 只剩下阿美的說辭 但是因為血跡噴見盒 跟阿美原本的共詞並不吻合 再加上阿美最後又改口了 他說他買完燈泡回到工廠時 丈夫已經奄奄一息 他只有綁上丈夫的雙手 然後看著他的生命慢慢流逝後 就離開了 我應該相信科學的證據 除了他的自白意外 我們也沒有辦法證明說 是黃女士動手的 因為現場的狀況 到最後真的只有 跟王黃保美知道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2018年2月27號 橋頭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法官認定 王老闆因為酒病欠債 為了詐領巨額保險金 跟妻子共同謀劃詐寶 王老闆在服用藥物後 躺在地上自砍38刀 因藥效發揮而昏迷 阿美再將丈夫捆綁 並佈置成他殺現場 依加工自殺罪判處 阿美三年兩個月 據二女兒小鳳的案子 2019年1月8號 橋頭地方法院 依殺人詐財罪判處阿美12年 二省高雄高分院則認為 阿美在徵訓時 主動坦承行凶殺害女兒 將殺人詐財罪改為10年 全案上訴到最高法院 最終維持10年定業 好 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 先生和女兒都不會說話了 但從頭到尾 真的只有阿美和一個人犯案嗎 好 就算阿美的先生 自己有動手砍自己 但是在加工自殺的部分 真的只有阿美一個人嗎 他這麼瘦小 他怎麼班的這種先生 還能夠把他捆綁在椅子上呢 而在仁武區灣內四巷的車床工廠 就在加工自殺案後 已經五年多了 現在的工廠外 停了輛小貨車 已經有人存租了 我不曉得 因為我是豬爹 因為他說他之前 原本是坐那個車床的 車床的應該是這些 沒有 只是早上來一下 然後就出去工作 然後回來就 一天應該待不到五個小時 發生命案的廠房 找到了新租客 也被作為冷凍設備的倉庫使用 儘管案件定驗 附近的住戶大多不願再回響 但仍是有不少疑點還沒釐清 共犯因為事後我們查的話 那應該是沒有 因為那段期間 經過工廠的人車 那我們大概都有去查訪過 另外阿美的兒子 在得知父親恨死後的神情太過冷靜 他是否早就知曉 因為他有跟他兒子交代說 警察如果跟你問 你不能說到保險的事情 還有他兒子 報案之後 沒有幾分 就馬上打給葬儀社 只是懷疑說 對我的兒子 在報案的時候 大家這樣怪怪的 他有沒有參與不曉得 但是事後知不知道 那倒是可疑 但是沒有辦法證明 只是懷疑 但是沒有試證 阿美說捨不得智能障礙的二女兒 活得那麼痛苦 所以親手了結了她的生命 還佈置成性侵器學的現場 這麼可怕的事情 難道她的先生都不知道嗎 大概說 這個地貌都改變過了 好 這也都有經歷過了 不然原本是 路由一條件而已 2022年2月底 我們重返人武八空橋旁的便道 歷經了整修 沿途便道已經不再雜草重生 附近的居民 對2013年小鳳的命案 大多記憶猶新 就在得知原來小鳳的死 是母親阿美策劃的殺人炸保案後 都覺得季心疼又不捨 就是孤隆懈虛 對 對 那個女生說很乖 因為她有一點問題 對 家人要是叫她不要亂跑 她都不會亂跑 是他們家的人來說的 當年的場景莉莉在目 小鳳很乖 這是當時有小鳳家人說的話 卻沒想到年僅36歲的生命 就斷送在母親手中 阿美說 因為不捨女兒繼續受苦 才會痛下毒手 但檢景卻追出小鳳死後 的255萬保險金 短短三年就所剩不多 同住一個屋簷下的王老闆 從小鳳失蹤到死亡 太太的計劃 她都不知情嘛 他們有去報失蹤人口嘛 報後說有去找 找到沒多久他們就回來 他還有去跟一些朋友喝酒 這個和我們一些場裡 也很不尋常 很不尋常 因為正常女兒子打死 她還有她的心情 和她的朋友喝酒 其實我們研判 應該是他們夫妻應該都知道 因為這個部分 我沒有辦法去查的 原因是 因為皇帝後來就死了嘛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是雯美翔 我們再回來 你如果說出現了 別再一次 你不想讓他在家裡 說出現了 這幾個日子 可不可以讓他乾脆 我現在也許開了 好嗎 我為什麼不想讓他